台北县原住民朋友又多了一个兼具运动游戏的大型活动空间 由台北县政府水利局兴建的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 日前在县长周锡伟和北县各地区原住民头目共同揭牌后正式启用 开幕这天现场有超过千名的民众参加 原住民朋友以载歌载舞烤山猪以及多样化特色美食品尝活动 欢庆新天地落成 由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都市发展因素 让原住民部落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县府三年多来持续努力开发活动空间 提供原住民朋友使用 在很久很久以前 其实全台湾的地方都是原住民的 那因为汉人来了以后都市化 那整个原住民就没有了他的空间 那原住民最喜欢的就是在河岸边或者在山林里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河岸边里面连结我们旁边所做的所有的自然的环境 然后我们在山英跟西州部落我们都会帮他造新生地重新去安置他们的家园之后呢 这些地方出来就让他们可以农耕 可以办活动 然后可以聚会 然后同时可以在这里把所有的原住民的文化歌舞表演都可以表演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家园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 也是最正确的一个方式 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内有球场 好漏区 风年纪广场等多项设施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轻松从事部落活动 另外禁止垂钓地区 也只开放给原住民朋友钓鱼 让他们能真正自由自在地在北线生活 听完天新闻 张家正林锦于北线采访报导